你好,我是帮你捐烟捐烈,找便宜的省家人 你有没有听过一家店叫天人名茶? 如果你在不同的商场里,可能你都见到他的店铺 专业茶叶和珍珠奶茶 如果你喜欢喝茶,可能你都会光顾一下 但你知不知道他也有得吃饭的 他有些店铺叫轻松小站 可以在那里吃一些台式的小食和饭,当然你可以喝珍珠奶茶 今天就和大家看看他们逢星期一至五有些特价餐,究竟行不行呢? 在开始之前,你订阅了我的频道器 如果未订阅,不如按一下小鈴鐺 有什么新片,你第一时间就能收到 如果你未点赞,动一下你的手指,给我点赞 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 好,我们现在开始吧 我去这间天人名茶轻松小站 位于McCarwin夹的Berg Org 地址是相当容易找的 因为里面有一间Fresh Coal的Pasar里面 这间分店里面的装修也相当简单 但简单得来也挺适合正的 场上就介绍有不同类型的茶,好像很有学问感 我去那时大概五点多六点钟 也没什么人在 只有一两张桌子有人坐 总共有十张八张桌子 服务的只有一位等待,可能还没上班 里面的厨房也只有一个人 这些都是走走这些简约的路线 也不会觉得很复杂 很多东西 它什么料也不是太复杂 刚才都说了,我今天主要是想吃它的daily special 逢星期一至五 每一天都有一样东西特价 今天如果你是星期一来 就是这个台式香彩肉醋饭 附鲁蛋,加一杯夜饮 星期二就是吉列这个香 不是不是 这个茶香炸豬扒饭 看英文真的不知道 然后加一杯夜饮 星期三就是 台式的鹽酥鸡饭 又是有杯夜饮 星期四就是茶香炸鱼排饭 茶香炸鱼排饭 怎会经常说错误 搞鬼 星期五 台式的控肉饭 每天都有夜饮 可以喝些什么呢 你可以选择一些奶茶 例如 末里的奶綠 阿萨姆的奶綠 913的奶茶 你看913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看英文就知道 烏龙茶 亦都可以不要奶的 都是有绿茶、红茶 或者烏龙茶 在这里吃 和外买都是这样的价钱 都是16.5 价钱方面 其实 都走高档的路线 但是 它也是一个很精致的餐厅 用精致的价钱给它 就可以了 台湾都深受日本文化影响 因为在第二次大战的前后 台湾都是被它统治过的 所以你也看到有很多日本的东西 在这里都出现 例如和风的窝燒烏冬 日式的 20个半 有些什么呢 雪花肥牛烏冬 雅甘海鲜烏冬 极品鲜虾烏冬 或者田园时疏烏冬 另外 如果你想要多份烏冬 就加多2元 即是告诉你 可能它的烏冬 也不是那么多 那些送比例可能多些 所以你要多吃点烏冬 或者它小到你不够饱 如果这些特价饭不适合你 你也可以要台式的简餐 台式简餐基本上就像一个 Bento 日式的 一个饭 有个菜 然后 两个配菜 再加一只老蛋 这样有些什么呢 比如无石骨饭 14.5 鹽酥鸡 14.5 三杯鸡 14.5 茶香炸鸡腿 14.5 基本上这些简单饭 都是14.5 如果你要咖喱汁那一只 就加多1元 15.5 例如咖喱鱼排饭 咖喱猪排饭 咖喱鸡排饭 鱼排 黑椒汁也是 总之加个汁也要多付1元 黑椒的 鸡排 鱼排 猪排 或者又是鸡排 OK 这些东西 都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鸡猪 鱼 你慢慢选哪样 你要汁还是不要汁 还有一样 是台式酶肉饭 15.5 谁רי脆 但很好吃 有些仅仅很单的原因 近代煮 금 鱼排 13.5 这样 亦有腸 extreme 鱼排 大概 是j 我们差不多 大概一样 要 reasons 你 还有 沙茶老肉肉羹湯飯,這個台式的肉羹也相當出名 當時我記得在台灣吃蚵仔米線,也是很出名的 都是酸酸尾尾的,他有用米線 這裏叫肉羹,十三個九 也可以沙茶肉羹飯,或者沙茶魚酥肉湯,都是這樣的湯羹飯 總之十三個九就是這樣的湯羹飯 還有寶梨香菇雞蓋飯,簡單一點的 還有紅燒牛腩鍋蓋飯,都是十三個九,價錢更便宜 再不是你不吃飯,吃麵也行 要麼有白麵,即是普通麵,或者米粉 那些菜和你剛才看到的都是一樣 我想他們的設計是相當簡單 所有菜就pre-made了 你喜歡要飯,就加在飯上 價錢是十四個九,十四個半 貴少許的十五個九都有 視乎你要看哪款,基本上和剛才介紹的菜單都是一樣的 先來介紹一下餐飲副菜的末里奶綠 這個天人名茶這個奶綠,我覺得茶味是很濃的 所以它又不太甜,又有這麼厚的茶味也挺好喝的 然後就要介紹今天的special 今天的special就是香腸肉燥飯老蛋 看到了,已經放在這裏了 如果喜歡吃肥肉的朋友 這碟肉燥飯的肥肉 咬下去真是很貴死軟 真是成夠肥膏的樣子 所以味道真的不錯 這個台式香腸也是一般的香腸味道 就是台式的,不會太甜的 亦都不會是很韌的 肉的味道還不錯的 好,看看這隻雞蛋 哎呀,酒了 這個老蛋的樣子也挺好看 也剛剛好 不知道味道如何 這隻老蛋的味道不會太鹹 味道也算不錯,剛剛好 也有滷水味,不會太掛 不錯的 除了這個餐之外 我們也點了一個三杯雞的飯 這個就沒有飲品了 就一個bento 擺點是相當漂亮的一大碟 然後一盤的菜 另外兩個的盤菜 中間有一隻老蛋 又有一盒飯給你,一碗飯 相當之OK的 這個三杯雞的雞是相當之軟 味道也不錯的 也有甜點 也不覺得有什麼辣醬味 雖然辣椒很鹹 但是我覺得味道不錯的 起碼一次油就會很爛 不過要小心一點 因為骨的雞蛋太軟 而且骨也有少碎骨 所以吃起來真的要小心一點 這個配菜就是 蔬菜心紅蘿蔔也有薑 它又不是凍冰冰的 味道辣辣的也挺好吃的 另外這個配菜 有粟米、青豆和紅蘿蔔 基本上是三色豆 但是暖暖的 味道也不錯的 是紅蘿蔔和青豆多了一點 所以將這三杯雞的醬汁 剪一些在菜道上吃 更加好吃 好,接著就埋單了 一個特價餐16.5 另外我剛才叫過三杯雞 14.5 共31元 加上稅 4.03 即是35.03 當然啦 你要給提示 提示式除 你喜歡怎麼給 你有沒有發覺 今次為什麼叫這麼少? 因為今次是我們的周年紀念 所以兩個人可以拍拖去吃飯 有沒有人會說 你為什麼吃這麼便宜? 你為什麼做好東西吃? 其實兩個人最重要的是對方 吃什麼有什麼重要 省著荷包比較重要 為什麼我這麼大支可以這麼說? 因為我老婆不看我的影片 所以她不知道我這麼說 拍硬檔千萬不要爆響口 如果不是 下次迫著介紹一些高級的餐 給你 這樣就無謂了 你也不想的 好啦 說笑而已 總結了 東西吃完 錢給完 笑說完 這間餐究竟值不值得吃? 我覺得如果你是週一至五來吃的餐 喝了一杯飲料十六個半 偷偷閒閒坐在那裡 看書 聽歌 聊聊天 都挺好的 畢竟我們以前是珍珠奶茶的日子 喝珍珠奶茶的時候 都是為了聊天 找個好地方 所以這裡如果靜靜地沒有問題 當然一群人在這裡聊天 都無謂的 這些餐廳的感覺 跟我們在茶餐廳的感覺完全不同 茶餐廳就是熱鬧 還有很快質飽的肚子 這樣解釋 這裡有一個休閒輕鬆的地方 名字也這麼說 叫輕鬆小站 所以有空來這些地方也不錯 好啦 我是坑街人 下次和你再找些好東西吃 好啦 這條片就到這裡 請大家訂閱 點讚 留言 分享給你的朋友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試會 按arina 喜歡 聽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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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